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介绍 无花果的繁殖 今天我用的是它的枝条 那这些枝条 是我在网路上买的 本来我是想利用家里的无花果来繁殖 发现它太小了 所以我就上网去买了 这种无花果的枝条 其实也不贵 也是有很多人在卖 那我买的这些大概也有三十几条 那我觉得也不贵啦 基本上一条大概十块钱 那买了这么多回来 就可以好好的来做无花果的繁殖 那就是来把它扦插一下吧 首先我是准备了这个生根液 就是说把这些枝条泡在这个生根液里面 大概三个小时 我们再来做扦插的动作 这样可能比较容易发压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弄吧 那我准备一个容器 把这些枝条都放下去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在这个枝条上都有做一些记号 因为这个有两三种品种怕到时候会乱掉 所以事先先做好记号 那就把这个生根液倒下去 因为枝条太多了 感觉生根液不太够 等一下我们再把它多加一些生根液下去 那就这样把它摆个三个小时 我们再回来做一个扦插的动作 现在这个枝条已经泡了两个小时 我们先把它拿起来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扦插了 我准备了一些这个透明杯 那就是用透明杯 就是方便它将来看它根系的发展情形 那我就开始来弄 我准备了一包土 然后就把枝条种上去 那这个枝条要稍微看一下 它有那个方向性 有芽点的地方是要朝上 这样就种好一盆了 我们继续弄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种好了 那我们来浇个水 因为这个土有点干 我们先把它浇湿 浇完以后 我们可以拿一个比较大的盆子 把这些五花果放在那个盆子里 然后用塑胶袋把它盖住 让它有一个保湿的效果 像一个小温室一样这样 我们现在就来弄 然后我准备了这一个 算一个盆子 我们就把五花果放进去 我们现在已经把五花果放在这个盆子里 我们再准备一个塑胶袋 我准备一个比较大的 我们就是把它盖上去 这个比较长的人可以把它剪掉 我们把这个塑胶袋稍微剪小快一点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这样松松的 所以我准备了一条绳子 把它固定起来 这样弄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比较通风阴凉的地方 让它慢慢长 大概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发根情形 以上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第一个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